丰田公司宣布周三将会在全球召回约650万辆汽车以修复电动车窗开关的一个缺陷 其中涉及到车型包括亚历士卡罗拉和凯美瑞等 生产过程当中电动车窗主控开关模块的润滑油涂抹可能不均匀 磨损产生的碎屑会累积导致短路 进而引起开关总成的过热和融化 然后可能造成起火 听上去还挺吓人的一个事 听上去